国内莫德纳疫苗数量有限 指挥中心宣布了 除了一到第三类人员 还有机组员及孕妇等等三大族群 间隔28天就可以打第二剂 其余打完第一剂的人 得要间隔10到12周 才能够打第二剂 统计目前还有278万人 在等着打第二剂的莫德纳 中央昨天宣布在采购 36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被外界指引是在画大饼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反问说 买很多是画大饼吗 我们确实买很多 国内日前开放接种莫德纳疫苗 但疫苗数量不足 目前到货量只有365万剂 而施打一剂和两剂莫德纳疫苗的人 已经有285万人次 由于日前指挥中心宣布 第一到三类人员还有机组员和孕妇 可以间隔28天后打第二剂 另外有急迫出国需求的人 也可以提出申请 剩下的其他族群 则都得间隔10到12周再打第二剂 累计目前有278万人 都在苦苦等待第二剂 有民众担心就不会影响到第一剂的接种效果 你第一剂到第二剂之间 你的身上的这个抗体容度 没有很高 保护效果会比较差 后面一点打 它的好处就是后面的抗体还都会起来 那也许冬天的时候 这个疫情会比较危险一点 那这样刚好可以对抗 长安大学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如也指出 莫德纳疫苗不像AZ疫苗研究发现 两剂的间隔时间如果太短 凡会干扰新病毒产生抗体 疫苗效果会不好 他认为莫德纳这种mRNA技术的疫苗 目前还没有研究发现所谓的最佳间隔日期 现在最大问题就是莫德纳疫苗到货时辰不稳 金融官指挥中心前一天才宣布 又在采购3600万剂莫德纳疫苗 但有专家认为政府是不是又在画大饼 画大饼为什么就是明年买很多 我们有2300多万人口 基本上用2000万来做一个规划 那可以几乎让可以打的人都可以打到 认为国内疫苗确实买很多 但进货时辰不稳 也导致追不上接种速度 想打第二剂民众也只能再等等 记者葬不到